我是Jek 我们是进入到了新的章节 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证明并且理解这个换源积分定理 那么 会分为三节课来讲 那么这一节课主要呢我们是对这个广义积分进行一个重新定义 那么之前呢我们是把A 分解成不同的可求生紧急并且求它的极限 那就可以了 就可以 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个函数呢 分解成不同的fn 并且每一个呢 在某一个紧急外它是取0的 然后呢再对这个函数 取一个这个极限对这个n 取极限 那么 我们现在将要进行这个操作呢叫做单位分解 partition unit 然后呢 那么在此之前呢 现在有一个定义叫做一个函数的支撑极 或叫支极 就是 这个集合的臂包 那么据说如果它不在这个臂包里面的话那就存在一个领域使得什么 使得它在这个领域内的取值都为0 只是脱扑的知识稍微过一下就知道了 OK那么 我们要进行单位分解呢我们今天会需要一个引力 我做16.1 我做16.1 16.1说是什么 让Q是一个Rectangle 那就存在一个CInfinity Function 使得它在Interior的时候它是 正数 比较它得越来 Emma come here OK你先去 OK OK 那我们怎么证明呢 我们考虑一个函数 去吧 我做了 去吧 你连来 我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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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招我 我知道 是很难的 我会上课课的 我们给你上一节课的引力呢 我会上课课的引力呢 我会上课课的引力呢 我会上课课的 我们会上课课的引力呢 我们看我们的idea就知道了 我们想要的是这个函数呢 我们已知它是四眼分明的函数 并且呢 它是大于0到X大于0 对吧 好 那么这个 它意思是说 当它在一个长方形的内部时候 它是大于0 Otherwise 它就是等于0 那么 我们想要一个fi 对吧 它是positive 其实这一部 应该是开区间 又我们是interior 然后呢 它在外面都是等于0 所以说呢 我们想要每个input它的component呢 它得是在这个开区间内呢 开区间内呢 是正的 并且呢 在外面呢 都是这个等于0 那我们只需要考虑一个函数g 那我们只需要考虑一个函数g 并不影响它的这个光滑性 作品并不影响光滑性 因为你用 你有链式法则 你对它求道并不会进行任何影响 那么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会发现 如果 如果 x呢 它是0和1之间的话 那么gx就大于0 也就是我们得到一步 初步的进展 我们只需要将这个interval 我们把它缩放 缩放成这个aibi的长度 对吧 然后再进行一个迪卡尔机 之类的就行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随便另一个queue 就是个迪卡尔机 那么我们定义phi x 这要定义为什么 g的x1-a1 b1-a1 乘上 一直乘到an bn-an 这样子 就这个x 有x1-xn 你把它写成这样的话呢 你验证 还会发现 如果x属于这个interval 的话 那么phi x是大于0 Otherwise phi x取的就是0 因为不然的话 你其中一个是0 你把它撑起来就都是0 对吧 好 那么 那么 它的偏导 我们知道它的偏导 di phi x 是什么 dfx 是C infinity 对吧 因为 g是Cinfinity 对吧 所以说这个phi 是Cinfinity 那有多重 好 那么这是第一个引力就是这个这样的函数的存在性 A 那么第二个呢 就稍微复杂一丢丢 二说就是说 让这个 就说这个花体A吧 花体A呢 是 开极足 RN的开极足 然后呢 让大写的A呢 当他们的病 就是这个极足里面的所有开极呢 取它的病 病极 形成病极 就令它命名为A 那么这样的A呢 你就存在一个可数的 可数的长方形 包含在A里面使得你有三个条件 首先呢 这个长方形的所有内部呢 是个A的开覆盖 并且呢 每一个长方形呢 它都是这个 其中一个开极足的子极 并且呢 第三呢 是一个局部有限性 叫做什么 就是说 对于每一个A点呢 都存在一个领域 使得它只和有限个QI相间 就是说 它每一个点呢 它都会有无穷个QI 是 呃 没有交集的 就是他们的交集为空 那么 这是三个这个性质 这个16.2 就是说存在一个这样的性 那么这样 这一序列的这个长方形的存在性 会对我们 事后进行单位分解有所帮助 那我先把它 那么16.2 先抄下来 16.2 就是说 首先呢 我们让第一第二 是 A的一个开覆盖 并且它都是锦子极 并且呢 它有DI 是DI加1的内部的子极 那么这样的集合是存在的 因为我们在之前证明那个 每个开机都有紧致耗尽的时候 我们会先用这个DI 随后呢 再用DI去构造这个CI 对吧 那这个DI呢 其实就是一模一样的那个DI 在那个上一节课应该是有讲到 然后呢 为了方便起见呢 如果I是小一点原因 然后我们令DI等于空击就行了 对 Sequence DI exists by proof of Lemma 15.1 所以说我们在考虑这个BI呢 为这个集合 然后呢 让考虑CX 就是它的这个neighborhood 对于每个X属于BI 那么有这样的考虑的时候 我们可以控制 这个每个X的大小 并且我们又可以控制它的数量 为什么可以控制它的大小呢 因为每个X属于BI BI是A的子极 也就是说你如果你是它的子极 你肯定是被包含于某一个开机内 你X是某一个开机的元素 那你肯定可以缩放这个 你可以调整这个CX的大小 使得它是完全包含于这个什么BI 对吧 就是让它可以让它可以任意的充分小 因为你已经存在一个领域 使得也是包含于什么什么 对吧 你再让它变得更小 你就可以让它充分小 那么我们又可以控制它的这个数量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BI是个紧急 我们开覆盖可以选取这个有线开覆盖 好那么废话先讲到这里 先开始证明 我们先说个notation 让这个 A等于这个是一个 Aα 其中每个α 都是一个Omega的一个 指标 指标 指标级的元素 然后在定义A呢 为所有α属于Omega的一个病 OK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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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 D1 D2 as stated an idea 对吧 D1 D2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一图 然后呢 所以说我们就有什么 所以说我们就有三个性质 首先是Di 是 Interior Di 加1的子机 并且呢 Di 它是 每个都是紧急 并且呢 它是 A的一个开覆盖 对吧 然后呢 Define 将Bi 定义为这个 减去前面那一个的内部 可以 这里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是第一 一直到这个Di 对吧 然后呢 你取 Bi呢 就是这一个 这个就是Bi 对吧 这个是D 然后这里面 这是第二小的这个 然后你把它挖掉 把这块都挖掉 剩下的就是 这里的东西 这就是Bi 好 我们定义Bi为这个 那么 我们 分析一下这个Bi 有什么样的性质 首先呢 它是有介的 对吧 它是有介的 因为Bi呢 它是这个Di的字集 Di是个紧级 紧级是有介级 它是B级 为什么 因为Bi 你在它写成 它是等于什么 Di 交上 Rn-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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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 我们有BI 交上 DI-2是空级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DI-2呢 它是 interior DI-1的子级 对吧 因为这个 这是我们的 reasoning 所以说我们现在呢 对X属于BI呢 X 它是 对吧 A是开机 并且呢 X不属于DI-2 也就是说 X属于 RN-D DI-2 也是个开机 在两个开机里面 那你有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选择一个什么呀 CX Pose Cube 中心为X CX 它是什么 首先CX 是 A的子级 同时 CX 交集为空 因为它完全吃它的自己 对吧 好 有了这样一个构造之后 同时我没有什么X属于A的 这个是 对吧 对吧 同时 显然我们有什么 我们这个对说的X属于BI呢 它肯定是一个BI的开覆盖 对吧 那BI是紧急 你可以选个有限的 对吧 对吧 Choose Finite of them 因为是紧急 然后呢 Denote Denote collection of dose q as ci 然后呢 我们再让这个C呢 等于C1 并上C2 一直并下去 那么 我们只有这个C呢 它是一个 可数 一个可数多个 这个 可数多个长方形 或者说正方形形成的一个 这个集 集 对吧 因为你每一个BI都有个C 你从B1一直到 一直无穷的进行下去 你是个可数无穷 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什么 我们知道每一个C X 它肯定是某一个A Alpha里的 对吧 这个是根据这个Construction 根据我们这个C CX属于C 也就是说我们 这个已经是什么 2已经满足了 对吧 2已经是满足了 然后呢我们在考虑它是不是覆盖的A 它是不是A的开覆盖 首先我们让X属于A 对吧 然后呢 让I呢 最小的指标使得 X是属于某一个 Anterior Di Y 那这样子的话 X 就属于 BI 等于什么 对吧 X属于Bi 那么你就可以直接得到 对吧 对吧 所以1和2 都OK了 我们再考虑它的这个 局部 局部有限性 所以说对于 X属于N 因为X呢 它肯定是某一个 Di的 对吧 所以说呢 Cubeson C I加2 C I加2 C I加3 以后的 都是什么 它都和这个Di是 为空的 对吧 它的交集都是空的 根据我们的这个构造 所以 也就是说这个Di 也就是说这个Di 现在是什么 C1 Ci-1 Ci 和Ci加1 的原始 Ci Ci Ci